西方艺术的呈现在于视觉形与色之间 东方艺术的呈现在于无形之精神与气韵 许文荣创作各展《气、韵》于2024年2月3日前 在The2012顺天建筑文化艺术中心展出 展出艺术家许文荣约20年间的系列作品 善于水墨、雕塑与复合媒材的她 此次更带来AR作品 结合持续关注的主轴心法 转换延伸于传统和新意之间 60岁我想说这辈子大概没有人请我做最大的雕塑 所以想说我就盖一个美术 是用我们雕塑草寿的作品来盖一个美术 当时我60岁很深 以后这个 这个 这个科同学请我做大雕塑 所以就盖一个美术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 特别到我这个 咱们来支持我 这是我最大的力量 我就会更努力来回报大家 谢谢 张华人张华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요즘 这个词华是新闻的 按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丰飞 转发 我的那个词华是新闻的